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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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我立场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方先提出 李宗盛 我方先提出 李宗盛 我方先提出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方先提出 李宗盛 我方先提出 李宗盛 我要多多尝试 我要多多尝试 这件事情和我尝试过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我尝试过的定义是什么 是在我做律师的时候 我发现第一年到第二年我不适合 我结束个行业 我到下一个行业 你告诉我 这样的尝试 对于我解决迷茫的问题和解决交流的问题 到底有怎样的好处 我要给你举我的例子 我学的是汉语文学师范 我在进入到江苏前赛的一个高中去实习的时候 我一片迷茫 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如果按照你的态度来说 我应该优先结束实习 马上去找下一个工作 你对于这件事情来说 能够拓宽我自己的边界和拓宽这个社会的边界吗 从来拓宽不了 那我是怎么做的 我每天五点钟起床 七点钟到学校 跟学生一起上扫自习 跟每个学生讲每套试卷 带他们复盘 带他们去讲每套试卷 每个题目应该怎么写 带他们去精读题目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坚信我没做错 才能在我的道路当中 找到属于我的那个意义 所以迷茫这件问题 尼方根本解决不了 尼方解决东西叫做 多多尝试和丰富的经验 能够给大家带来问题 但是问题是 尼方这个尝试态度 根本解决不了 根本带不来那个丰富的经验 下面我们来讲 我方的论点 第一件事情 跟你讲的飞轮效应 你讲的那个多多尝试的问题 在于说为什么要放弃 只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进入到一个新行业 都会很困难 青年人的迷茫和痛苦 不是来自于大环境 对于它的剥削 或者其他的部分 而且在于说 我进入到一个新环境 我进入到一个新岗业 我进入到一个新工作的时候 我都会经历同样的痛苦 那谁成功了 我方的数据告诉你 和飞轮效应告诉你的是 他们坚持下来的人能成功 如果这个人都坚持不下来 你弹劾拓宽社会边界 所以你方的第一个论点 和你的定义必然矛盾 第二件事情 你告诉我的是 你自己又担心风险 自己要去多尝试 你在那么多风险当中 去找一个尝试的时候 是不是你的风险也在变大 所以你的第二个论点 也自强矛盾 我告诉你的举个例子 比如说哥白尼 他如果一开始就觉得 这件事情只要我尝试过就好 他不会因为教会的反对 不顾教会的反对 去继续发表 那个诗论天体运行的规律 所以在这里 我坚持我没做错 才能让我继续拓宽社会的边界 找到自己的意义 谢谢 下面是对变环节 有双方二变交替发言 一方发言结束 即为另一方发言开始的标志 各计时一分三十秒 有请双方二变 所以谈恋爱重在我谈过 而不是找一个对的人 你方觉得这样的心理 不会导致我尝试去谈恋爱 为什么 问题就在于 你谈两千就觉得不合适 你能找到对的人吗 所以在开始做抉择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聊的 这是我们存在 不冲突的语气 你不要跳点 第二件事情 我很好奇 你方你举的例子 我也举我的例子 我本科是学海洋生物 现在我在学法学 你告诉我我要坚持自己 当我发现我不适合 怎么办 我没跟你跳点 尝试是双方都有的利好 但是在这件事情 我觉得不行的时候 你告诉我 你尝试过 你结束 你换下一份岗页 我在这里继续坚持 好像我能找到 自己的意义的时候 为什么我不能拓换社会边界 不对啊 你接这个时候 刚才说的是 你不换呀 你哪来的尝试 所以你的立场 在口中发生了跳动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你跟我讲 坚持能够成功 我目前问你好了 我公务员现在报考 核心暴露比 只能有2%就上了率 你跟我讲 我考三年五年 甚至我考二十年 我能成功 你来告诉我 我怎么实现 换句话说 你方的立场 也在于对错 你方的对错 只是换一个东西 叫做匹配 匹配这件事情 如果不在我的实践中 去进行 我怎么知道我匹配 这个洛林 在35岁的时候 他自己有 他的孩子要养 他自己去坚持写作 如果按照你方的态度 我尝试过 换下一个风险 更低的行业 他怎么能写出哈利波特 所以今天 谁才能够找到 适合的路 是我们两方的分歧 你方要给出 你的方法论 叫做坚持 所以我问你 公务员录取了 有百分之二 你告诉我怎么坚持 你告诉我 我超开心 我超快乐 你方的方法论 要听天命 你方告诉我说 25岁之后 就能获得成熟 所以25岁做的 所有选择都没有效力 你告诉我说 在这里做的选择 一定要复合那个成功 所以你方等待 那个匹配 是命运 交给我一个机会 我抓不住 结束 没有了 我就算合适 我也会觉得 因为我不开心 就放弃 所以我在这里 我面对一个命运 给我的机会的时候 你觉得我是坚持下去 看一看自己 到底适不适合 自己到底能否找到意义 还是我尝试过就好 不对 是今天我方看到这个机会 我方会主动匹配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 当我觉得我不适合的时候 我要怎么办 我要去找我更感兴趣的事情 我去尝试 这也是我方所讲的 中青校美中 当代年轻人 所讲的核心道路之一 第二件事 你跟我讲所谓的收入 我问你 今天我方调查显示 斜杠青年 他去做他的副业 他的收入能提升到 从24.6%到38.5% 他有这个区间 你告诉我 你坚持住公务员 做几年 你告诉我能涨多少 好像斜杠青年 是找到自己的兴趣 并且一直在做的人 斜杠青年 不是什么都横插一脚吧 所以在你看来 当我一个人觉得 目前的主业 无法承受的时候 你方态度是 我要坚持不要换 我方的复业 我方的斜杠青年 是我觉得不合适 我多去拓展 你觉得这不叫多叫尝试 不 你方的现状错了 我方告诉你的是 现在大家的现状 不是因为大家真的不合适 而是因为大家碰到 一点点困难 觉得不开心 就要换工作 你方有相抗的举证 告诉我说 大家是真的不合适 还是我自己内心 觉得不合适 我觉得不开心 我就想换 我方的调查数据显示 60%希望重新选择专业 是因为发现自己不喜欢 而且学术要求高 跟自己不匹配 所以举证到这里 以上谢各位 对 所以你方也发现 我要匹配 在真正找到 那个匹配的过程当中 不是我尝试过 能让我坚持下来 获得意义感 而是在我这里 我能继续相信 我没做错 可以在我的专业中 继续深耕 突然是会边界 谢谢 下面是质询环节 由双方三变 质询对方任意变手 质询方可指定 任意变手作答 质询方可打断 被质询方的发言 但被质询方 有五秒保护时间 被质询方只能作答 不得反问 中途可换人 计时为单边计时 两分三十秒 首先有请正方三变 质询反方变手 谢谢 总共有您好 最后一次讨论定义的问题 在您方看来 您方的立场是 重在我没做错 那这样的情况下 比如说他面对一个 风险很高的挑战 比如说创业 比如说换专业 这种情况下 重在我没做错的人 会尝试这种尝试吗 一遍 如果说 这是他内心认为对的选择 这是他想要做的选择 他就坚持这条路走下去 所以他也觉得 错没关系 我要尝试 这为什么是您方的立场 不是错没有关系 是这个社会 没有绝对的对错 对于我来说 为什么创业 一定是对 但我们大概每个人 都有一个认识 就是创业这件事情 风险很高 如果我觉得 我要做没错的事情 重在我没做错 应该是尽可能 避免这种风险 换句话说 这个事情本身 也是可以事前判断的 您方说只能事后判断 这个定义本身不对 我要下分你第二个问题 请问二遍 您方向我说 让年轻人相信就可以 但是我方看到 百分之七十三年九的人 认为这个职业发展 不清晰 找不准的方向 在这种情况下 您让他信什么 我们要对比的是 你抱持着 我尝试过的心态 去创业 和我抱持我 你让他信什么 心态去创业 谁能成功 我的问题是什么 信什么 我就信自己 没有问题 我在这里 我相信我自己创业能成功 为什么会比你 我尝试过的态度 更容易失败呢 在什么情况下 信自己 我问的是 迷茫情况下 交易的情况下 只有我去做了 我才有意义 我才有成就感 如果你都尝试过 大学生的主要困惑是 如何找准职业方向 对未来的规划 不清晰 没有方向 敢占73% 在这种情况下 他找不准 未来人生的方向 你让他信一个 你打算让他做什么 所以你信天命 我信自己 我讲得非常清楚 你只期待一个命运 给你个好机会 匹配得了 我方告诉你 谢谢 我稍微打断一下 相信大家很清楚了 年轻人现在的问题就是 没有自我 我不知道我是要创业 还是要做律师 还是要进国企 这种情况下 所谓的相信 无边之水 无缘之木 根本找不到那个方向 这才是您方 对年轻人方向 创业上最大的问题 成为优秀者 要做三年 是做三年 就保证他能成为 一个优秀者吗 三遍不好意思 所以平均你要做三年 做三个月律师 你连职业都值不了 大概率 换句话说 您方的方法论就是 哪怕你觉得 这个岗位不匹配你 哪怕你觉得 你在这里 比如说你做这个程序员 熬夜这件事情 或者写代码这件事情 我就不擅长 你依然告诉大家 要做三年 对吧 是的 现状下一年就退 太可惜了 错过好多 那我下一个问题就是 你觉得那些35岁 就被裁员的 没有进升到管理港的 程序员 他们是因为 做错了什么吗 35岁也是青年人吗 我的问题就是 他们被裁员 是因为他不相信自己 或者做错了什么吗 那些人恰恰是因为 以前走了太多的错路 陆路无为 到最后选的时候 你才知道要坚定 一开始的 问正事 所以我方讲得很清楚 当代人一到两年 连那个 我稍微打断一下 同学 我觉得你真的 没有再回答的问题 你说那些人被裁员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没选好道路 很简单 因为一开始 你尝试了太多 我今天是一个 做了八年的老律 稍等一下 你说他是因为 尝试太多 才在35岁被裁员 认证是 所以我方讲得很清楚 当代人的现状 你连一年 谢谢 我相信大家也听懂了 他方根本没有认证 被裁员是因为这件事情 但实际的原因是什么 一个人 一个程序员到35岁 如果没有晋升到管理层 他就 就写代码 这个工作就不再需要他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什么样能让年轻人真正的实现 成为管理层的月薪 是要你不只有 写代码这个技能 你能有更丰富的能力 晋升到管理层 我发现有一份论证 这个斜杠青年 要比单一职业者 收入高出31%到40% 你有理解这是为什么吗 你对每一个尝试 都是有尝试过以下就行 你哪来的一些技能的增长 感谢双方便手 下面有请反方三便 质询正方便手 一便 我的一个学弟告诉我 他一年都在输比赛 一次都没有赢过 他说我已经很努力了 他言下之意是什么 他言下之意是 我要在意 我在辩论里面的所得 二便 他告诉我 学长 我已经很努力了 我觉得我已经付诸一切了 言下之意他是什么 如果他发现 自己给你的言下之意是 学长 我真的超累 我真的不适合 我发现我在场上 连话都说不行 那我方建议 你还是选择换一个 太好了 所以今天最大的区别在于 面对困难 我方是坚定 你方是放弃 这是两者的差别 不是你一开始的那个选择 我问三遍好了 今天你告诉我 我做一个律师 我刚进企业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也不会 那个也不会 我怎么办 你当然要学 但是重在我尝试过的人 他也会注重律师 这段经历 四遍请教了 我今天才在这里干了一年 我发现我连业务资源 都没有做好 你告诉我错了吗 我尝试过 如果遇到了一个合适的 也可以继续 区别是当大家发现 真的不合适的时候 您方要建设 我方要变 一遍 我刚学建筑的时候 我发现我线也画不直 图也画不明白 我不适合学建筑 或者我学建筑错了吗 不用扣我方帽子 我方讲的是 这里要学习要尝试 但是在那个 感受到自己 不适合的那个节点 二遍 所以你也认可 任何的行业 至少一开始的时候 你都会面对 那个结构性的困难 因为你不了解 对不对 所以你要告诉我是 当下年轻人 在去尝试的路上 往往是我一看到困难 就放弃 而不是我真的觉得不适合 太好了 所以我们今天 最大的分题是 您方认为是我真的 不适合这个工作 我方认为 年轻人现在放弃 很有可能 不是你不适合 只是在你开始的时候 面对了那个 结构性的困难 叫做你不了解 三遍 我继续请教你了 我方今天有数据表明 今天你要做到 今天熟悉了解 至少要一到两年 胜任 那个叫做 作为一个优秀者 至少要三年 你告诉我 当代年轻人达到了吗 当代年轻人 不是做三年 就能胜任的 所以你要在年轻的阶段 尽可能找到一个 自己发展的前途比较好 比较擅长 四遍当代年轻人 做到了吗 你不是讲平均翘槽 是1.9年吗 我觉得跟你的 一到两年也挺符合的 不是1.9年 一年多一点点 那也可以 一到两年 一遍 所以继续请教了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方至少能够证成 你才刚刚摸到 那个马上就要熟悉的 那个一年的门槛 你没有继续往下走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继续请教你了 我方的数据告诉你说 今天我们发现 哈佛大学研究调查 是西叶尝试的人 前者往往成功 后者往往失败 为什么呀 我方有举证 薪资上确实更高 多元能力的人 多元职业配置的人 的薪资能力更高 所以对方被我又退了 今天您方把变题 移到了多元 二变 多元等于我尝试过吗 所以我方讲的是 今天我们双方的立场 我们的心态 会导致我在行为上 发生什么样的冲突 四变 今天我尝试了 两个月的律师 他能给我带来什么呀 您方不变 我方变 我方变就有更多的可能性 去尝试 就有更多的 一变 我今天学建筑 学了三个月 给我带来什么呀 人都不是傻子 你三个月如果学得好 你肯定继续往下学啊 重点是在于 你学到之后 你发现学不到了 我到底是要走 二变 二变 今天我大学一开始 我转专业之前 我就是学建筑了 我学了一年 可是我现在 我的老板让我去解释 一个建筑工程合同 我发现我什么也不懂 潜尝者只能给我 带来什么综合性技能 所以我很好奇的是 为什么在你方的框架里 学一件事情这么难 我是做自媒体的 我从一个小白 到现在入门企号 我也仅仅用了两三个月 你要告诉我 我要熟悉到什么程度 才能到达你方一年的程度 我从来没听到过 所以我发现 现状不是像您方所说的一样 今天你想成为一个 综合性人才 你恰恰是要在 前一个领域专注 如果你要改 你要在后一个领域专注 每个领域都专注 你才能成为 那个真正的综合性人才 如果你每个 只是三个月 学不到任何东西 专注是充方共有的立场 谢谢 再次感谢双方变手 下面是质询小节环节 首先有请正方三片 进行质询小节 时间为一分三十秒 有请 谢谢各位好 第一件事先摘帽子 对方没有说 只有种在他那方 才能注重这个尝试的经历 或者这个过程 但是各位 尝试也不是为了尝试而尝试 比如说我们没有人 会尝试一下在大街上要饭 坏的话说 尝试本身也是应该有目的 我要试试这个岗位 适不适合自己 我要试试 我在这里有没有发展这个潜能 它是看中尝试之后的 收获的 所以他当然也会努力 在这个行业当中 有所吸收 有所经验 所以这个尝试的人 只会试一试就换 不追求任何结果 根本不存在 第二个问题 专门用说 年轻人虽然普遍存在迷茫 或者是不知道自己 为何要干什么 但是你先选一个 你先干上三年 各位 比如说我今天选的是考工 我真的不知道考工好不好 按照他方态度是 你虽然一年没考上 考两年 两年没考上 考三年 三年之后 你就变成一个精英 但是各位 人生有几个三年 能够经得起你这样挥霍 挥霍和蹉跎的 我方的态度是 年轻人现在真正的问题 不是你要把路走精走深 而是在年轻人普遍迷茫 没有职业规划的情况下 你要先找到你一条路是什么 他方说这样的情况 可能会有风险 可能会你未来试一试 你把人生蹉跎 但是我方告诉大家 人生很有风险 你不在年轻的时候 找到那个自己擅长的 自己比较能够 有未来的职业发展空间的岗位 你可能在35岁的时候 你还是一个 只会敲代码的程序员 你没有领导需要 那种复合的能力 你没有那种管理的才能 或者你不像斜杠青年 那种多元的才能 能够整合上下的资源 在那个时候 风险才会真正压到你的身上 我方觉得 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 尝试一下不同的岗位 找到那个自己发展空间最大 可能是有兴趣 可能是有天赋的岗位 要比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未来发展发生什么 就在那一门心思事 要安全的多 时间一到 谢谢 感谢真方三变的精彩小节 接下来有请反方三变 进行质询小节 时间同样为1分30秒 有请 大家好 我知道我这一套论 和前两套论不太一样 但是我相信我没做错 今天对方被我 今天只讲一件事情 叫做迷茫 可是你给迷茫 给的原因是什么 是我不知道 我自己想干什么 我方的数据讲得很清楚 中国青年网调查发现 有九成的人有选择困难 而大部分人原因是 缺乏主见 容易受他人的影响 什么意思 就像对我所说的 我是一个学自媒体的 我现在想去做自媒体 可是别人告诉我 自媒体中就不稳定 你马上就要完蛋了 你今天我作为一个公务员 别人告诉我 你现在公务员这么卷 你怎么可能考上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进退两难 我觉得我现在这行业 好像有问难 好像有挫折 可是这个挫折 真的是挫折吗 不一定吧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方想的是 今天不适应和不适合 是两件事情 不适合 可能是我真的不适合 这个岗位 而不适应是我们每个人 进入每一个行业 一开始都必然面临的现象 就像我刚做律师的时候 我也觉得这个律师 根本不适合 包括我们每个人 刚开始打变态的时候 可能别说脱稿了 你连读着稿子念 你都觉得很吃力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今天当代 您现在为什么迷茫 恰恰就因为他试了态度 我当律师 我发现自己天天被老板骂 我考公元第一年 我发现我没考上 我学建筑学 我发现我连线都画不直 最后 我从那个对于选择的质疑 回归到了我自己的质疑 我觉得我是不是 什么都做不成功 我是不是什么都做不成 所以我方觉得 你还没有到那个 你真的要去变的那个阶段 你连对于这件事情的了解和熟知 你都没做到 你不要去轻言放弃 就像对于那个 打变了的学弟一样 你才一年 大好的时光等你 我以前也输比赛 坚持下去 做一个你想成为的人 谢谢 接下来进行战术暂停环节 本环节中双方队伍可自行交流 同时双方队伍的教练 可上台与几方便手进行交流指导 时长为四分钟 最重要的是要点出他们对节奏的期待 我觉得你绝对要解析的 因为问题是 你接着这个问题是什么 现在没有先 这个地方 你接着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就像前代 这个事情 没有自己的问题 就是要准备 然后你刚刚才人的理解 回得不好 那个事情够心的困难 这个地方你要回 我不会后悔 或者说我能够记录 这个就是你回得不好 那个意思就是他太容易放弃 所以我觉得之后这个地方 你绝对解释一下 遇到说个性的困难 哪怕像财员就有一个大危险 所以我可以写下来 然后那个字面会很长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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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有举证转的太多 缺乏主见也是因为 我可能没有办法真的经历过尝试之后来知道这件事情的认知和实践是不是一致 所以我才缺乏主见 我们大家聊聊聊均持好了 比如在正方的情况下面我发现这是一件新鲜的事情我想要继续尝试是不是也带来了坚持 当然你今天觉得这件事情新鲜 确定自己到底确定自己到底是否适不适合 能够更好利于我们年轻人都能够更好利于我们年轻人的发展 问题就在于你现在的现状不是没有收获也不是说你不适合问题是你永远都遇到了那个开头的那个必然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越来越迷茫 我越来越质疑 我觉得是不是自己什么都干不成 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一个好的状态吗 我方会告诉大家要坚持 但是坚持应该是自然而然的 就像打辩论 不是你大一进来发现我不喜欢辩论这项活动 我对他没有兴趣 硬着头皮也要把三年辩论打完 那情况真的没意义 所以坚持不是你洗脑告诉自己的坚持是应该自然发生的 我们来看后续的影响 你方告诉我坚持三年会更好 但是BOSS直播的数据显示有三项以上复合技能的求职者 要比单一求职者成功率高60%以上 同年龄阶段斜杠青年收入 要比单一职业能力者高31%到41% 你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吗 所以找到匹配这件事情不许诺你结果 尝试这件事情也不许诺你结果 是坚持我发现这件事情适合我 我继续做下去才能有结果 我问你 如果那35岁裁员的人 他觉得这件事情都是我自己的问题 他觉得只要我尝试过就好了 你觉得是我继续坚持下去 我觉得我没问题能做得更好 还是你方能做得更好 你的语境根本就不冲突 我尝试了发现是和正方也要坚持 矛盾语境是我尝试过之后 发现真的不是 所以我才要放弃和要坚持 这是双方的区别 刚才我方那个书去发现 如果你那么想要坚持 可是我方发现在现在这个社会 坚持的一条道路 是没有办法让你在收入上面是更高的 反而是当你发现这条工作 确实有困难的时候 多去找一些副业 所谓的不坚持在一条道路上面 在收入上面才有提升 这是不是对于年轻人更负责的选择 没问题 所以我们讨论的语境 一开始的时候你对点不准确 你告诉我的是 如果我面对错了这件事情 我只要尝试过更好 那我现在来问你 如果我现在找到一个对的事情 我既然是坚持下去 还是我尝试过就好 所以我们发现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当我感觉到我兴趣不足的时候 不是硬着头往前干 而是我不断地去找 能给我提供正反馈的源泉 这就是我方的那份数据中 为什么有很多人去选择转专业 去在自己可能感兴趣的地方多尝试 因为多尝试才有正反馈 所以很好奇 你告诉我 你自己想 你想出来哪里的正反馈 同样的道理 你今天感兴趣这个 明天感兴趣那个 究竟怎样去确定那条路呢 最后还是要换来换去 换到60岁吗 所以我方告诉你 你坚持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你打变论发现 我喜欢打变论 你就会打下去 而不是靠给自己洗脑 所以心态的部分是这样 我们来看未来的职业发展 恰恰这个时代 为什么多能力者 复合能力者要更强 是因为不像您方说的 这个时代 是我蒙着脑袋 像过去的工人一样 把这个时间干好就可以 是这个时代 是这个时代 更需要大家能够 整合上下业的资源 更需要你有复合的能力 你才能够 比如说你干银行 你有更多的客源 你有更多的多行业的从业经验 你才能够有更好的业绩 和有更好的能力 才能够晋升的 同学搞错了 复合型人才 不是说变与不变的区别 而是你在当下 你要做一项工作 还是两项工作区别 所以我们哪怕今天 是个综合型人才 我白天的时候 也要用着我没做错的心态 去做我的主意 休息的时候 我要用我没做错的心态 去做我的副业 不然的话 什么都做不成 如果你这么坚持你的道路 你就不会想着我在做 你不是觉得坚持 能够变得更好吗 那你为什么要找 其他的道路呢 这是双方实际的比较 我们来比比心态好了 我们都知道 主观觉得自己没错 是可以的 可是你总会跟客观的 现实的出错 产生所谓的偏差 而这个时候 如果你抱持着 我虽然没错 可是社会不断地告诉你 你真的做错了 比如打辩论 我真的不适合 我每一场都输 我打了两年 还是一直输 你到底是欺骗自己 大家说我真的没做错 还是告诉大家 其实辩论是一个 我尝试过 有收获就合一的 是能够更好的心态 所以我输了十场的辩论 然后我真的很纠结 但是我真的觉得 我很喜欢它 那我到底是我尝试过 还是我没做错 继续坚持下去 你从来没有去认 我只尝试了十场就可以了 所以在这个部分 双方的核心比较是 反方向要把正方包过去 他把我没做错 等于我最后 真的做了一件对的事情 可是找对的事情 本身就是双方的比较 我们来看一些具体的案例好了 比如当我去 这个银行职员的时候 就工作的时候 突然银行降薪 我想揍我一个没错的道路 可是现实我真的走错了 我承受不了我错的风险 所以我跳楼自杀了 这到底是 抱持着我尝试过 我没 我其实没错 就是我尝试过 我尝试过就好了 更好还是说 我真的没错 我们分得清楚一点 以方唯一的利好 叫做我能筛选出 那个对的东西 对吧 但是拓宽边界 是在对的东西之后 就坚持去做 所以拓宽边界 不是你方的点 第二个点在风险上 如果拓宽东西 其实我去尝这件事情 是扩大风险 我在这里做的事情 是我坚持下去 如果在对的方面 去比较的话 你能拓宽边界 和减少风险 也是我方的利好 如果我在35岁裁员之后 我一直以是一个 尝试的心态 被裁员 我一直做对的 我一直以 我没做错的心态 去裁员的时候 我们的能力 好像不太一样 是我方在 在那个我没做错的情况下 选择多条道路 可以成为复合性人家 可以面对社会风险 对吧 所以怎么样选对的 所以你方只能说到 那个筛选的部分 我方讲得很清楚 我方再给你比较的是 筛选的部分 我可以 我说实话 这部分给你没问题 但是问题是 拓宽边界你怎么做到 你方重在 我没做错 我要选择一个正确的 怎么拓宽边界 有没有对的选择 社会不是没有 绝对的对错吗 是因为青年这个时期 不存在直接对的事情 是要通过城市 才能够找到对的事情 不是吗 专门如何找到 适合的路 通过实践 可问题是 你在面对 每一个实践的时候 都应该秉持着 我没有做错的心态 去努力地获取那个部分 而不是对于 每一个实践都秉持着 我尝试过就好 我不在乎这个结果 或我也不在乎 在这个尝试的过程中 我能收获到什么 我尝试这件事情 本身就是宁方的意义 宁方不在意 是否最后收到结果 这是最大的问题 你这么强调每一次实践 你又要讲坚定自己 你到底哪来的很多时间 所以我截一句 对方不有和我方 今天最大的分歧 就在于 当我们现在要选择 变与不变的时候 到底是我真的不适合 还是面临那个普遍的问题 如果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那我再选下一个也不适合 再选下一个还不适合 怎么办 所以今天对方不有 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他们既要又要 既要年轻人 相信自己每一条选择的道路 去干三年干五年 又要年轻人 你普遍去尝试一下 各位 干着没有两头田 我方明确的态度告诉大家 你处在迷茫的阶段 你属于视所成本比较阶段 你就去试 没关系的 所以截到这里 你有没有发现 对方不有其实核心论证的 就是你的迷茫 可是你没有给迷茫 给出原因 到底为什么迷茫呢 是真的我今天不适合吗 可是各位 我们想一个问题 如果我今天干律师 干了半个月 或者我干建筑学 干了半个月 我永远得到的都是负反馈 我会问自己 是不是我什么东西都不适合 这种迷茫 不才是大家真正痛苦的原因吗 所以你方接受的是 无意义感 在多元的场子中获得失败 下面是最后一个环节 总结成词 首先有请反方四遍 总结成词 计时三分三十秒 有请 好 谢谢主席 问候在场 各位 我们聊当代青年 不就是要看看 当代青年现在的样态 究竟是什么 我方的调查显示的很清楚 当代年前九成都有选择困难 困难的来源是什么 就是他们受到外界影响太多 太没有自己的主见了 总觉得下一个更好 下一个更乖 总觉得我这个桃子可能不够甜 下一个摘的还能够甜 但是万一呢 万一你第一个摘的桃子 就是甜的呢 这就是年轻人 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在不断地尝试 今天我考研 我发现 这个英语单词太难背了 这个专业课太难学了 我要不要放弃啊 我想着 我是不是不适合考研啊 我是不是适合直接去工作啊 如果当我真的去工作的时候 我就想 要不我考公务员好了 公务员比较轻松 但我真的考上了公务员 我发现 公务员里面的条条框框 每天要捧领导的臭鞋 我真的不适合在这里待着 过这个日复一日又重复的生活 所以我想着 要不我跳槽出去好了 但我跳槽出去 成为了一名律师 我发现 律师就是个乙方呀 天天点头 还要拿着三千块钱的工资 一辈子过得 细细丽丽的 从永远成为不了 那个顶尖的人才的时候 发现 那我换一个好了 我真的不适合 这时候我发现 我跳槽到了公司 成为了甲方 后来我发现 这甲方算个屁呀 每天都是 夜天天被领导PUA 天天还要对接各种工作 天天还要加班 还不如公务员轻松的 发现没有 世界形成了一套闭环 我们在不同的尝试当中 最终发现 还是不适合 年轻人真的适合是吗 是想躺平啊 是想躺下 是想马上退休 是想有人养我 这是最好的方式 但说实话 年轻人现在就是因为 在不断的尝试当中 因为每一次尝试 其实就是你对于自我的否定 我做律师发现 我做律师不行 我做公务员发现 我做公务员不行 我到公司发现 我到公司还不行 一次又一次的否定当中 带给自己的 难道真的是所谓的 获得感或者意义感吗 难道最后带给自己的 不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悲观 一次又一次的失落吗 一次又告诉自己 我不行 最后告诉自己 我真的哪也不行 说实话 这不是我想要的 我方今天态度很简单 平均年轻人现在 现状是什么 是工作一年左右 根本甚至很多不到一年 结果甚至一年都没有 所以我方觉得 工作一到两年能够精通 工作三年以上能够优秀 那你就干个三年 对一个行业 你干完三年之后 你就能做好 在我方看来 就两件事情 第一个叫做 把选择做好 因为在我方看来 没有对的选择 整个社会都是相对的 都是流动的 都是每个人 都有每个人想法的 在你的社会当中 选择哪一个都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 你能不能把你做的选择做对 因为你做任何选择 都会有它前期的困难 都会有那飞轮的效应 我方的哈佛数据 论证得很清楚了 当你坚持一件事情 做下去的时候 你真的能够把它做好 第二个事情 我们比的是心态 我们面对任何事情 都有困难 如果有这个困难 最后真的是一个客观原因 比如说行业寒冬 比如说整个行业 都要淘汰了 或者是整个公司 都要马上把你裁员了 包括对方觉得 那个裁员的例子 35岁裁员 你告诉自己 是我错了吗 对方告诉我 我尝试过了 的确 我到35岁了 我被裁了 我尝试过了 然后我潜然离开 但我没做错 是告诉自己什么 被裁了 不是我的错 我已经尽己所能 我在这过程当中 我没有放弃 我尽自己 可能把我的工作做好了 我依然还被裁 是因为那个关系户 是因为这个公司 他这个公司很烂 或者是老板很烂 所以才把我裁了 或者是行业真的不行了 公司要倒闭了 才把我裁了 我们做到了什么 叫尽人事听天命 就好像我们最开始举的 为什么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人序努力失败了 不等于我 我做错了 失败了 只是说在这个时代 可能我不适合 但我竞技所能 做好了我自己 所以我方可以做到不自责 哪怕在最后 我真的失败了 我依然可以告诉自己 我没有做错 我依然可以继续前行 以上 最后有请正方四变 总结成词 时间同样为三分三十秒 各位好 我方先解决反方 在最后几遍才提出来 那个心态的点 按照正方的心态 反方的心态 完全能够达成 比如如果今天出现了 一个关系户把我裁掉了 抱持正方心态是什么呢 没事我尝试过 我在这其中当中有所收获 那我不就好了吗 我也不会产生对于自我的质疑 可是核心在心态上面的区别是什么 如果按照反方第一个论点 那么要坚持的立场 人是有期待的 人是希望自己有个好的结果的 可是客观现实的落差 跟自己主观上面的认知 总会产生偏差的 这就是我方讲 为什么你抱持着我没做错 会在主观跟客观上面产生落差 而产生认知上面的偏差 导致如我方举证的那些 所谓的我没有办法接受 真正在客观上面接受失败的人 而只有抱持着我尝试过 最后的那个落差 最后那个失败结果 如果真的发生了 对于我来说不重要 这才是一个更好的 在风险社会面临失败式常态的心态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就是 正反双方的具体方法论 其实反双方虽然打的说 他要尝试 他要坚持 但不管是飞轮效应 还是他如所谓的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讲的是 要坚持自己的价值 还是他最后出的说 人其实没有对的事情 但只是要把事情做对 他都是要不变的 其实反双方的核心立场 就是要不变 可是我方在讲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年轻这个阶段 是否应该有对错 我方觉得是不应该的 这就是正方的点一 年轻是处在一个生理 更新你在逐步变化的阶段 你的生理还未发育成熟 不具有完全准确的理性决策 所以你需要多经历新鲜事物 尝试新的内容 来去完善自己的理性决策 同时你受到应试教育的裹挟 你没有办法真正的 把自己在象牙堂中学习的知识 跟外界真实残酷的社会做结合 所以在这个部分 你也没有完全的认知 所以看似把事情做对的前提是 这件事情是你真的符合了自己的认知 和自己有主见的选择 而这件事情 为什么在年轻这个阶段要做 和只能在年轻这个阶段要做 我方其实有个疑惑 就是如果方举证和反方举证 共同数据 其实完全都不冲突 为什么我会缺乏主见 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 都是社会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 所以我们缺乏主见 为什么我会迷茫 是因为从小社会就告诉我 你应该这么做 所以我会迷茫 年轻人在这个阶段 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去审视过自己的内心 我究竟要做什么 什么事情适合我 到底是当老师 到底是当律师 到底是干金融 还是我老老师的考验考工 年轻人缺乏这个 去探索自己的机会和可能性 这个时候问题来了 如果先天的对于年轻人这个群体 不存在绝对的对错 不存在把事情做对这个概念 和这个选项的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 就是如正方所说 在这个所谓的风险社会 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不把任何的选择 先天的硬在脑中说 它一定是对的 而要在实践和经历过程当中 去检证这件事情 对于我来说 究竟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第二件事情 是在当下的风险社会当中 不要茅死一条路 是因为路都有可能会走死 可是如果你把路扩宽 那就如同我方举证的 你不管是在收入上面 还是在认知能力上面 都会变得更好 其实最后一件事情 我方讲一个 当下年轻人的现状 就是我不太知道为什么 好像大家都很害怕做错 其实是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 看似没在被社会规训 但一直被在社会规训 规训的道路当中 我方觉得其实要突破的 谢谢各位 感谢各位评委及双方便手 至此 奔赏比赛的比赛环节 已经全部结束 请工作人员收取评分表 请大家耐心等待结果 感谢观看 下面我将为大家公布 三位评委的印象票的同像 谢宇评委将印象票投给了正方 刘明远评委将印象票投给了正方 罗宏坤评委将印象票投给了正方 下面有请各位变手有序退席 请各位评委入座到印象票投向方 并对本场比赛进行点评 首先有请刘明远评委进行点评 各位好 虽然我投给了正方这边 但我必须要表示 我其实非常欣赏今天反方 不管是经济状态 包括你们选择论的策略思路 只不过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思路之下 反方有些关键问题可能还没有回应到 但我仍然很看好反方 你们接下来未来其他一些比赛中的表现 这个比赛大家也能看到 其实它有一个有点半定义战不定义战的感觉 反方做了一个极限的换家 我猜测可能是你们在备赛过程中 想到了正方一些各种各样的论点 试图把它吃掉 所以这么一个论 我觉得从听感上讲也能接受 反方你这样的论述也能接受 其实正方也没有真的说 很努力去试图跟反方去讨论 说到底我们今天双方定义是怎样的 正方就是很坦然的进入到反方定义下面去讨论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正方做的很厉害的一点 正方也没有说用了很久的时间调整认教 而是听完了反方的论 知道反方什么意思之后 从正四开始 就已经找到了接下来去突破的方向 就是逼反方去承认 那按照你说法 就是不许变咯 然后指责反方 你方没有什么指导意义 你方太猛了 于是这场比赛中 越来越像是反方跟我们灌了一个非常硬的鸡汤 对吧 就只要你换了 你就是loser 你就是人生的赢家 不是人生的弱者 你就是废物 你怎么可以换呢 你怎么能坚持呢 你怎么能不坚持呢 不断逼问之下 反方描述会越来越难听 我觉得在这样讨论之中 正方对反方提出了几种质疑 而这几种质疑 反方都没有特别的去进行回应 而是可能担心朋友也没听懂 反方这样换家的理论 所以更多是在强调自己那一部分的内容 正方给第一个质疑 我觉得杀伤力不大 正方第一个质疑是说 你有没有告诉我们 绝大多数年轻人在这个题的心态 都是什么正方这样 就是所谓的浅尚则指 或者是和反方这样子 缺少这种所谓的长期主义之间的冲突 反方没有什么数据 反方就是我觉得 今天这题就该怎么比 我觉得这部分的影响也不大 对吧 就我们坚持比某两类比较典型年轻人 也可以 于是正方做出了第二种的讨论 正方说 那你不能今天只为要一种场景 就是我去试了一个事之后 我要不要坚持下去 我要不要轻易的浅尝放弃 因为我们前面有一个正方讲的背景 而这个也是今天我觉得反方很致命一个问题 反方其实没有任何今天背景上的讨论 如果我们今天背景建立在的是 年轻人们都已经有一些明确的选择 比如像这个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 好像有点短了 几十年前毕业包分配的时代 对吧 那个时候刚刚有市场经济 可能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这么纠结 就我已经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了 我是坚持下去 还是我因为外界很多变化 在剧烈变化时代 我就心里蠢蠢欲动了 可能是值得讨论的 但如果今天年前整体而言 是一个比较迷茫的状态 反方到底在所谓的决策之前的那部分讨论 我还不知道我方向的时候 我要不要试一试来找到我的方向呢 反方在这场比赛中 我没有听到特别明确 对于这一个部分的回应 更多是聚焦于说 那我已经找到一个方向之后 要不要去继续坚持 于是就会出现一些种 比较像鸡汤的暴论 我不知道方向 我哪知道我将来能不能吃表达这碗饭 我就参加了辩论胜团 你非要让我坚持四年 那我就是一年 我为啥不行 反方说我可惜 你一年怎么知道你适不适合开口呢 我上场就结巴 对吧 我吓得我都站不直了 这当然就说明我不适合吃这碗饭 那可能一年我也能看出来 不一定看不看出来 能不能做好 至少能不能看出来 自己喜不喜欢 都是很有可能的 我以我自己工作为例 我最开始工作的时候 我有非常一大块工作 是做商务的 到后面我自己觉得不喜欢 我就去了别的公司 兜兜转转转之后 我发现我后来任职的公司里面 他没有人懂怎么做商务 我就又去做商务这个工作 你问我能力上 我能不能胜任商务这个工作呢 实话实说 我商务工作做得很好 我能被这个公司创造 非常非常高的价值 可你问我喜不喜欢呢 我越做越知道 我不喜欢 我不愿意天天伺候甲方 不愿意天天当孙子 受那甲板器 所以这需要你说 坚持四年五年吗 从我当年最开始做 我就知道我不适合这个事情 所以那不是像正方说的 一定要坚持四五年才清楚 所以决策找方向这一部分战场 正方讲完了 反方没有什么抗衡 这部分正方就赢了 那第二部分 当然你也可以说 这个可能假设 他还是年轻人中 比较少见情况 虽然这个没有讨论 更像是正方讲 这是最常见的年轻人的情况 那你的主战场部分 我在决策之中 要不要坚持到底 对方也问了你一个问题 对吧 那你决策了四五年五六年被裁了的时候怎么办 那个论听起来真的是被裁人 真的闻者落泪 对吧 35岁的程序员 被裁员 我以前听的都是你被裁员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够努力 你在学习编程的时候不如别人卷 今天反方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答案 是非你年轻的时候居然还学别的东西 你不够专注 程序员们就懵了 我就是专注这么半天才卷进大厂的 现在我被开除了找不到新工作 不就是因为我当时没学别的东西吗 你现在又开始说 你是因为当年学太多了 我当年干啥了 我居然报名了体育课 我居然学了大学汉语 还是我当年居然在 我居然去洗澡了 太过分了 你怎么能不把这个时间用来学编程呢 你肯定不能这样子喂鸡汤 你给了太多这样子的迷茫的部分了 那于是正方在这里面做了又一层解分 如果你真的已经做决策 再坚持观众 还有前期和后期的区别 但你在决策的前期 已经明确了自己不喜欢 反方给建议是再坚持 坚持坚持就喜欢了 这特别像是家长逼孩子 报名了一个专业 孩子很痛苦 说爸妈我不喜欢 哎呀我怎么办 爸妈说你不喜欢 是因为还没有坚持 坚持坚持就知道香了 我不想考工 我不想考研 我都考抑郁了怎么办 抑郁了是因为你还没挣着钱的 等你发现将来 自己的相亲市场上多么火了 你就热爱上你考工这个事了 这个说法上 规训的意味太重了 那后面的部分也是一样的 正方硬生生撕了一部分 叫这个角色后期 就刚刚讲的 裁员之类的事情 那我已经在赛道上崩溃了 我已经发现我的能力 也跟不上这个竞争 兴趣也跟不上这个竞争的时候 我这个时候还不能换换赛道吗 正反方给我们答案是 也不能换 还是因为你不够努力 这样就会在我比赛中 我觉得刚开始听起来 是很棒的一个思路 越听会越让我迷茫 或者越听会越让我绝望 感觉给了我一些 这个常人所不能做到的建议 如果这个比赛中 真的在目前这个策略下面 做一些微调的话 我会建议反方 其实没有必要咬那么死 说所有事绝对要坚持下去 绝对不能改 你也知道这个建议 在绝大多数时候 都是有点点 不太能舒服人的建议 什么事都要无脑坚持到底 你完全可以跟大家讲 就是我方却是一个 更不愿意改变的人 不代表反方完全不能改变 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些微调 什么意思呢 在你们的语境下面 有可能是像正方 学了法了 对吧 学法学学了一年 觉得学法律好枯燥 直接转行去学商了 学商一年之后又转行 这是反方已经描述正方的 而反方不是不能改 而学法学的过程中 我发现 比如说被法调好辛苦 法律里面有些东西 不用被法调 比如你做法律科普 它肯定不用被法调 你可能我说我实习过程中 发现当律师好痛苦 可是你看你当年既然学了法 你既然愿意去试这个律师 它可能是里面有些东西 让你不喜欢 但有些东西其实很吸引你 你要做事想清楚 到底吸引你哪部分 然后去做微调 我就做律师发现 天天加班很痛苦 给客户当孙子很痛苦 那你去做检方 你别去做控方 对吧 你做律师你发现 我要为那个 我明明很讨厌的人渣做辩护 让我良心很不安 那你别去做这样子刑事律师 你去做民事 去做离婚调解 对吧 你说离婚调解有渣男 你帮那些受害的女性 去做离婚律师 你说我不想挣她们这么多钱 你觉得很不良心 你做公益律师 对吧 你可以在方向上逐渐的收索 在大方向不变的情况下 小方向做不断的微调 你们这样的话 反方的论述空间 才能稍微打开一点点 不至于像正方那样 不断逼问下面 显得特别的猛 特别的计讨 就我认定一个事 这辈子我彻底不改了 这样子做起来 你会面对很多现实决策 都难以回应 稍微给自己一点点论述空间 可能这个论会执行的更好一点 更有可能在这样比赛中 找到一个突破口 以上 感谢刘明远评委的精彩点评 下面请罗宏坤评委进行点评 好 谢谢主席 我的看法跟前面明远老师 非常的接近 我给反方同学的建议是 我自己个人觉得 你们这个论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先天不足 我从节变的时候开始说 你们节变的时候 其实已经暴露得非常的明显了 就是在你们眼中连对错都不重要 只要坚持下去就重要 坚持做下去 对的东西自然而然就浮现了 或者无所谓对错 只要你坚持下去 就是对的 这个话讲到后来 实在有一点点POA自己 就是无论遇到什么障碍 你做下去 我觉得已经非常不顺利了 我遇到很大的痛苦了 你得告诉自己 这就是前三个月 过了前三个月会好的 等到半年的时候 你得告诉自己 这个哈佛研究告诉你 你至少坚持三到五年 就是没有 关键是在反方同学这个说法里面 我知道这肯定不是你们的本意 但是在反方同学 你这个说法里面 没有任何退出的机制 就是无论如何 我就硬坚持 所以反方同学你仔细看 你都不要 你根本就不用去论证当代青年 重在我没做错 反方就论证一件事情 年轻人要坚持 然后呢 也正是因为这个指导思想 你们前半到我眼中 你们辩论技术很好 但是花了很大的力气 硬是非常强硬地试图 把正方的立场打成 年轻人该放弃 然后就变题就变成了 正方在反方眼中 正方要论证 年轻人应该放弃 反方论证 年轻人应该要坚持 然后反方赢了 这应该是不太可能的吧 那我来说说你们 做了多少这样的事情 比如说在一开始呢 反方同学试图拼命地去抢说 我尝试过 不等于正方真的很想去尝试 就我甚至觉得你们还蛮贪心的 你们想把正方讲成放弃 但是放弃的任何好处 你们又不想承担 多放弃有什么好处呢 肯定是更容易去尝试更多吧 因为我碰到不行吗 我就这个领域 我觉得不行吗 我就放掉了 放掉了干嘛 那肯定是去尝试别的领域呢 那结果你们连这一点好处都不想给正方 你们打的就是 我尝试过 是一个对过去一个尝试的判断 不代表你将来一定会尝试 那我觉得正方一开始第一轮质询就讲了 那咱们是重在我尝试过呀 什么意思呢 就遇到问题能换嘛 那更何况的是 第一轮正方质询反方 反方立马也被问出来了 就如果碰到问题 反方你换不换呢 反方有个非常坚定的答案 叫做我不换 所以在双方对一边的时候 反方二边还想吃一口 他说那尝试是我们正方双方都有的立场 正方二边反应非常快 立马就说你不是不换吗 你接质询的时候说的就是不换 你不换你怎么尝试呢 那肯定是我们正方能更多的去尝试 那打到这里我觉得 反方同学这层进攻 我只能觉得是既没有必要 也不够拿分 但是我得声明 这种东西我觉得只能加分数 那不影响胜负 我最多觉得反方这种尝试 没有得到好的效果 其实打到这里 我是比较持平的 因为我觉得正方双方 有两种不一样的路径 正方同学相对比较广博一些 我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年轻人在正方同学眼中 我要学更多 反方同学呢更专精一些 我能在我的那个领域里面 更深耕一些 这个是好是坏 我觉得是可以比的 不代表说正方一定赢 或者反方一定赢 但是后续我觉得就有一点打偏了 为什么呢 就像我刚刚说的 就反方就 我没有 我不是骂你们 但是就有点莫名其妙 我就是要坚持 没有任何理由 我就是要坚持下去 而且你们反方同学 可能没意识到这件事情 也是前面明远老师所提到的 你们得给我铺个背景啊 你们的讲法 嘴里是 现在年轻人都是傻子 你们 在你们的嘴里 年轻人遇到的问题 都是一时的问题 都是我刚接触这个行业 一定会遇到的问题 你们都把年轻人说的这么傻了 那我就需要各方面的证据证明 年轻人确实这么傻 这个跟你们截变时候说的 那个有点像 虽然你们截变只讲了一个情境 说在甲方会怎么样 在体制内会怎么样 考公务员会怎么样 你发现哪哪都不顺 你但凡给我举点 抖音小红书B站上面评论 对吧 就整天抱怨全世界 我看这个不爽 我看那个不爽 然后我要换 你但凡给我举点 这种年轻人 真的是看哪哪都不爽 把明确必然一定会遇到的困难 当做是我的不幸 我怎么这么倒霉 我碰到这么差的老板 然后呢 他老是不坚持 他一直在换 你们得有这样相关证据才行 可是没有 反方同学就是愣说 我告诉你 年轻人都是很傻的 他们遇到问题 他们就觉得是别人的问题 他们一遇到问题 他们就换 那正方也接过来了呀 正方说了 我们年轻人又不是傻子 如果我们有正反馈 我们就继续做呀 我们肯定是碰到不 就不舒适 或者说有问题 我们才去换 而反过来 反方的立场是 有问题也不换 那确实提上去反方 这个有点怪呀 在这里有没有数据呢 其实是有的 正方有两个数据 影响我的判断 一个是六成的人 不喜欢自己的专业 一个是百分之什么 七十三的人 反正七十多的人 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也就是说 在正方的那个描摹下面 现在的年轻人 更多的是茫然无措 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而反方的证据呢 很重要的证据是两个 一个是九成的人 他没有 他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他没有自己的主见 另外一个呢 是1.9 这个1.9年就换 可是反方的这两层证据 能足不足以描摹 当代年轻人的样态 说他们都是 这个就像反方讲的 一遇到困难 就立马就逃跑 是一种放弃的心态 我觉得不够成呀 因为正方的那个解释 正好能把这个 反方的两组数据给解释掉 正方告诉你说 为什么这么多人没有主见呢 就是因为他们过往选的 都不是自己想选的 就是反方截变的第一句话 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现在正方上方争夺的 就是当代年轻人的样态 他究竟是像正方同学讲的那样 因为选的都不是自己想选的 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所以应该转方向 应该多尝试 还是像反方同学讲的那样 转了太多 逃避了太多 所以他不应该转了 他应该坚定了 那刚刚那两组数据比下来 我觉得明显是正方讲的这种情况 所以这个样态描摹 我也占正方 但其实真正的 关于正反双方的解法 其实我觉得倒是蛮持平的 我听到反方有明确的表达说 你们的专精会更能产生意义感 我印象非常深 你们反方二变说 我去这样教书 这样生根才能更产生意义感 当然正方有一些 对不起 偏口糊的一些讲法去 我这样说不太好 因为反方也只是一个例子 就是正方 正方也有一些描摹 就是我通过去尝试 找到我想要的 在这里我是觉得 是完全可以继续比下去的 但是在前提的证据上 我明确采行了正方的讲法 所以我觉得正方是明确比赢了 那所以我最后给反方同学建议 就是回到一开始 我讲这个节便讲的东西好 或者讲到后面就非常非常明显 就是我觉得反方同学 太不相信正确的力量 你们把正确这个东西给扔掉了 把做对这件事情给扔掉了 就是你们不能单纯坚持 他坚持的一定是一个 他个人信念里对的事情 而正是这个他觉得对 给他产生了无穷的力量 能把一件事情本来可能没那么好 而去做得更好一些 现在很多年轻人是因为心中 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念 叫做我做这件事情 对不起 我也表达比较差 我做这件事情是对的 他没有这种坚定不移的相信 所以才没有意义感 我觉得反方的那个解法 是可以产生更大的力量的 可惜你们自己很主动地 把对错给抛掉 只聚焦在坚持上 那我觉得有一点打偏了 或者说攻防上并不能打赢 正方也没有背景描摹的数据 所以我整体倾向于 正方同学一些 好 我就交代这么多 谢谢 感谢罗洪坤评委的精彩点评 下面请谢宇评委进行点评 好 谢谢主席 那我来说一下这场比赛 其实我个人觉得 在我视角下 反方还是挺可惜的 当然正方也是堂堂正正的 拿下这场比赛 因为我觉得反方从就是上一轮到现在的话 这个队伍体现出了比较卓越的战斗能力 就是无论是大家的表述的状态 执行能力 还有说就是一些台风什么的 我觉得还都是很好的 但这场比赛 我觉得核心的问题就是 跟前面两位平安老师讲的一样 我认为在反方基础利润的时候 就存在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它不仅仅是利润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是在 有一些更加具体的攻防上面体现的 这个逻辑能力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在场上就被正方明确的抓住 并且打击了 然后在我这边就觉得 反方被快速的击穿了 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本质 其实在我看来就是 那个界限是什么 这分两层 第一层就是 反方是否认为人可以转换赛道 如果反方认为人就是不能的话 那你们讨论的时候就得想 对吧 我不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说 那如果遇到各种问题我都不换吗 就是如果真的不合适也不换吗 我真的就是遇到问题也不换吗 那你们对这个问题的应对是什么 我认为今天反方对这个问题的应对 其实也不是没有 就是大概是有的 应该是三遍还是几遍讲过 就是要落回到现状 那这是另一个问题 咱们一会再说 如果你们认为人是可以转换赛道 假如你们在讨论的时候 底线是人是可以转换赛道的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你们在场上也没有问正方 其实当正方 就是正方互相攻击的时候 我就在想 那反方为什么不问正方呢 就是如何判断合适不合适呢 就是你怎么判断 这是一个我需要退出的节点 还是一个我在中途需要坚持的点 怎么判断这件事呢 我觉得反方这个论一定要想明白这件事 如果你们的底线是可以转换的话 然后你再告诉大家说 现在我们基本上只是刚爬了半山腰 就是没有到那个需要转换的点 然后所以才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 显然是在整个这个体系里 是没有被想明白的 就是卡在这个问题了 那这样的话就反方就被逼到了一条 那个不能换的路上 但实际上就让正方问的很简单 他说那就是不合适 怎么办就不换吗 那你此刻有什么价值 后续他也去讲 你做一件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有什么意义感 你做一件自己不适合的事情 有什么意义感 这些都怎么完成呢 我觉得反方没有办法解释这些问题 那反方解释其实是什么呢 在中断的时候反方开始说 他说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他说我们要看现状 我觉得这是一条出路 就是如果说在具体到底换还是不换上的话 这个大家纠缠不下的话 那就看我们现状是什么 现状下面如果 就是缺啥补杀那个逻辑 如果大家普遍的情况是 我们太容易因为自己的任性和浮躁转换了 那就应该像反方说的 我们应该沉下心来 更多时候应该让大家就是说 现在坚持一下 那如果现状下面的话 是大家有点太此刻了 那我们就应该去转换一下 如果是一个中间态的话 那反方这个就不成立了 对吧 如果是中间态 因为正方不是这个框架 你理解一下 正方不是说我也抢现状 如果中间态的话 那就应该是反方崩 反方崩盘 反方构建自己这个现状的方式 我认为 就是 他太单薄了 首先 反方举的那个数据 就没有办法证明 反方要证明的事情 比如正方指出 你说一年多 他跳槽了 那你本来说的就是一到两年 为什么不能是他试过之后呢 那反方怎么解释 另外一个问题是 由于后续的时候 大家没有再去统一这个口径 如果他是换行 我觉得反方还能讲两句 如果他是跳槽 跟反方要讲的事情 有什么矛盾吗 你说他是个律师 他在这个律所干了一年 他觉得怎么怎么样 那如果他去考公园了 行 是你的立场 如果他换了个律所 那怎么说呢 我不明白 对吧 他重签了一家这个机构 这怎么说呢 那他不就是在这个行业里继续做吗 也没有规定说 必须在一个企业干到三五年 然后才能怎么样 我必须在行业里摸索 而且在正方很早问反方的时候 就是请问大家为什么跳槽 反方说因为薪资 什么因为工作内容 因为遇到了瓶颈 那么这些是假问题吗 是因为年轻人自己 想索要一个很高的 不匹配他现在能力的薪资 他得不配备 还是说就是这家企业 因为他刚入行 他的薪资低 然后后续没有跟随他的工作来调整 所以他觉得那我要通过跳槽 来实现我的薪资的提升 那他的平静是真平静还是假平静 就是啥都没有 因为那个理由 如果你直接指向说 通过我们的调研 问了一下 发现大家都是什么懒惰 什么任性 那可以 那这个理由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不合理 所以反方一开始是从数据构建的这个理由 我觉得就是没有成功的 就是为什么是这样 后续的时候也没有更合适的内容 补充在这里面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现状反方用什么来证明现状是 就是大家就是乱跳呢 我觉得没有 那如果现状你抢不下来的话 进入一个混沌的状态 对于反方的框架来讲 这就是一个 那你用什么来支撑这件事情呢 你就只能退到那个 我们就是应该在这死� 那问题就来 那问题就来 那正方就继续追问 可是不合适为什么不能换 就怎么样 而且场上出现太多 大家随便换的理 反方说 我去前三的高中实习 然后正方说 那怎么了 我原来学这个的 我现在换了一个赛道 我过得挺好 包括反方自己 你原来说自己好像是学土木的 还是什么的 那你现在可能就是换了 然后你说 我当时没有好好学 现在问我一些专业名词都不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 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不是换行了吗 那你是觉得自己当初不应该换吗 包括反方有一些很 就正方有一些很 虽然听起来很奇怪 但是也感觉很合理的问题 比如他自有便说 那谁也能转专业呢 对啊 就是那谁能转专业呢 就是 然后 这时候反方又说 说现状大家转的太多 那为什么现状大家转的太多 就很奇怪 我觉得就是 反方这个游戏走得太绝了 所以在很多细小问题上 是没有办法来回应到 正方 我觉得就是在 整个理论架构的时候 有一些问题 其实是没有想到 并且给出解决方式了 然后被正方抓住之后 迅速地就击出来了 反方的这个部分 那相比之下的话 我觉得正方受到的伤害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这个比赛的胜负 在我看来是比较明确的 这也是我觉得 比较可惜的地方 然后我有一个 有一个建议 就是这样的 反方在这个比赛中 还遭受了一些 交锋上的攻击 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必要的 这个攻击来自于 反方非要说 我就是不讨论你那个 就是关于语境的争夺 就是反方认为 这怎么能事前呢 正方说 这不很正常吗 它就是一种价值观引导 为什么不能事前 其实我觉得 反方你不必说这句话 你为什么非要说呢 你说了之后 咱们讲 你在场上有两个策略选择 第一就是 你说了之后 你就再不反驳正方了 你会这样做吗 大约率不会吧 就是大家现在的 这个所谓的辩论打法 不都是立自己 然后再反驳反驳对方吗 然后大家如果 各说各话的话 就看谁能给对方 造成更多的伤害 那你肯定还要反驳对方 事实上你也在反驳正方 那你管他的语境 有什么所谓吗 就是你就说 你那个语境就好了 你说我们今天 更多愿意再站在 什么角度来讨论 就完事了呀 然后你非要说 我不讨论那个 那这里面 对实际内容 其实影响不大 那就会出现一个交锋问题 正方就说 我可以讨论 他可以做一种事先指导 然后那你没有 给出合适理由 你说那这个战场 要不要算呢 他交锋中 正方赢了 就应该记住 到得分里面来算 可能这个得分 也许在有些情况下 他不会决定胜负 根本没有必要讲 你说那我就站这个视角 他站一个视角 你站一个视角 你们俩都合理就行了 反正场上 你还要反驳他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战术上的取舍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大家试图 去构建一些 前提什么的 你默默地写在 框架里就完事了 那在场上 你说出来之后 他不会帮你占优 也不会因为 你说了这个之后 评委就觉得说 正方讨论语境 都不合理了 他也很合理 就是一个双方合理 我选了一个 别的视角而已 我觉得从战术 选择上来讲的话 其实没有必要来做 这样的事情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在反方截变的时候 反方四边的兄弟 站起来说 他说先考研 考研干嘛来 考公务员 然后考完公务员 觉得不喜欢 看领导脸色 然后就当律师 然后不喜欢当乙方 就喜欢去当甲方 然后发现当甲方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然后觉得还是公务员 清显 你的意思我能明白 你试图渲染 就是说你看 这个有什么用呢 但首先 你的立场是 他要坚持 那么请问 有没有可对照的 坚持的人呢 就是比如他一直考研 一直考研有点奇怪 他比如说 他去当了公务员 他坚持下去之后 他怎么样了呢 因为如果你不去对比 听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 那那个兄弟 在你的故事里 最终觉得当甲方 没什么意思 还是公务员清显 那证明他在人生 按照正方的方式 尝试过之后发现 自己最在意的还是清显 但是公务员 也不是很清显 其实这是个误会 就是他最在意的是个清显 那他最终选择一个 清显的工作 这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找到自己的人生 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 但是有他最终 愿意接受的答案 就是没有讲出 你想讲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 就这两天看了很多 中学组和大学组的比赛 就大家很喜欢 讲一个故事 然后你就说 有一个什么什么 但是大家经常讲一个 单边性的故事 你没有比较 那讲完之后就感觉 哦 好了 我们又收获了一个新的故事 对吧 可能是你的同学 可能是无中生有 可能是你自己 然后你说是你的朋友 谁知道呢 但是反正就收获了一个人 可是他对论证的帮助 我认为 是比较远的 对对 哦 最后我还发现 记了一个很细小的问题 也是反方的 就是在场上的时候 反而跟正方争夺了一会儿 就是那你如何拓宽边界 我觉得这里面 你感受一下 正方的意思是 通过拓宽边界 来找到对的答案 你不能质问他 你只能找到对的答案 你凭什么说 你拓宽了边界 拓宽边界是他的手段 你感受一下 他找到对的答案就完事了 那是他的利好 然后你说 你已经拿到好处了 但你怎么拓宽边界了 这很奇怪 对吧 首先他也能 就是你感受一下 这个中间的 这个很细小的逻辑的问题 当然这是一个很小的点 然后 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的胜户 本身还是比较明显 然后以上是我的 这个比赛的一些 感知上的内容 就是分享给反方 当然正方的同学也很优秀 就快速地抓住了反方的问题 并且给予着持续的打击 就是他不是说 上来之后就简单问你两句 就完事了 什么这个地方我拿下了 后续的时候 一直在持续地 用各种角度来攻击这个部分 我觉得也是能最终地 拿下这个关键战场的原因 对 辛苦各位边手 感谢三位评委的精彩点评 请评委回到评委席 边手回到比赛席 下面我将为大家公布 本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本场比赛的最佳辩手为 正方四辩 恭喜 本场比赛尚未公布的 环节票与决胜票如下 环节票 刘明元评委将 环节票投给了正方 罗洪坤评委将 环节票投给了正方 谢宇评委将 环节票投给了正方 决胜票 刘明元评委将 决胜票投给了正方 罗洪坤评委将 决胜票投给了正方 谢宇评委将决胜票 投给了正方 本场比赛的最终结果为 正方9票 反方0票 获胜方为正方 恭喜 至此 本场比赛到此全部结束 请各位边手有序离席 感谢双方边手的精彩表现 感谢各位评委的辛苦付出 我们下场比赛再见 最佳边手 可致主席台册领取纪念品 请最佳边手来 领取纪念品 感谢支持明镜与城乌 感谢观看